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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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打开神经》 接着上次往下讲 爱的三种境界 今天我们讲第三个最高的境界 第三个境界 我们叫做无条件的爱 这个爱是使对方得到治愈 使所爱的人使对方得到建树 使对方得到满权 我要用的例子是 耶稣对波多禄的爱 我们看耶稣如何爱了波多禄 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 在《若望福音》最后一章 讲到耶稣显现以后 为他们准备了早餐 他们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 耶稣三次问波多禄 西满波多禄 你爱我吗?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一个主日学的时候 主日学老师问小学生 问他班上的孩子 差不多都是五岁六七八岁这样的样子说 耶稣为什么问波多禄三次说你爱我吗? 然后接下来耶稣讲说 去你喂养我的羊 你去牧放我的羊 然后有一个孩子举手 老师说 那你说耶稣为什么问你爱我吗? 他说因为耶稣要让波多禄去给他办事 去给他放羊 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所以耶稣要先问他说 你爱我吗? 如果他说爱了 他就得问他做事情 那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为什么要问波多禄三次你爱我吗? 我们知道波多禄曾经三次否认耶稣 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他说即使所有的人都背叛你 我绝不会背叛你 接下来在一个使女的面前三次否认说 他认识耶稣 三次说我不认识耶稣 当他第三次说的时候 鸡就叫了 然后波多禄就痛哭起来 他为自己的软弱而痛哭 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是一个多么没有用的人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内疚得不得了 实在是羞愧难当 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 波多禄心里面这一份内疚 他一直没有办法去掉 耶稣三次问他 是治愈波多禄 治愈他内心的这一份内疚与惭愧 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 他说你比他们更爱我吗? 这一句问题完全回应波多禄在最后晚餐讲的这句话 即使所有的人都背叛你 我绝不背叛你 耶稣给他一个机会 当着众人的面 其他门徒的面 再次说 主啊我爱你 接下来两次问他 波多禄你爱我吗? 又是再一次的 一再的给他机会说 主我爱你 当他说的时候 他心里面的那一份内疚 那一份羞愧 认为自己完全不堪当的那一份 让他自己非常难过的 他无法释怀的事情开始就溶解掉了 他重新可以站起来 在主面前像一个宗徒长那样 在其他的兄弟姐妹面前 去传播福音的时候 他可以站起来 可以有勇气 所以耶稣的三个问题 是三次治愈他 而且耶稣的治愈 不仅仅是说治愈他的内疚 同时给出他指出应当如何去爱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养 喂养我的养 喂养我的养 三次指出说你爱我 爱的表达是喂养我的养 不是在我的敌人面前 你要拔刀相助 要保护我 像在橄榄园 耶稣被捕的晚上一样 也不是在最后耶稣显现给他 为了表现在人前表现 自己有信德 要穿上衣服 纵身跳入海里面 也不是这个 你要表达的爱的表达 是喂养我的养 意思是说 以慈悲的心 以仁爱的心 关怀其他的兄弟姐妹 关怀每一个 在主耶稣内 关怀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关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爱的最高情节 对我们也是一样 耶稣所教给我们的 让我们看到 我们身边 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能也有人伤害过我们 而伤害我们的人 可能是以前我们的亲人 也可能是以前我们的自由 我们如何对待以前 这样他人对我们的伤害 以前我们非常信任的人 对我们所做出的伤害 我们能不能像耶稣那样 使别人得治愈 使别人得建树 使别人得满权 非常困难 但是耶稣给我们指出了道路 让我们也一起 向耶稣迈进吧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会 主佑平安